来看到桃园机场又出包了吗 这名越南籍女子2月3号在桃园机场遗失了登记症 她担心没办法回国 急得在机场管制区里面乱窜 看到管制门就敲 想不到一名清洁妇人没有万身份 居然就开门放行了 幸好没多久女子就被巡逻行警给发现 把她交给移民署隔时安置 隔天遣送回越南了